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第三方的研究报告说新能源车电动系统 安装排名 排到第五位 预期由于有些生产能发放 IGBT 业目有释放潜力 如果整个新能源车 SATA 相信下半年依然向好 而这个IGBT 业目继续成为三百九百多个的憧憬 对于股价的表现来说 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带动动力 所以我认为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回到这些水平之后再加上来 如果上网目标不妨可以提高一点 可以放到46至47元的水平 看看能不能突破年初一两个月的怀行水平 上网着46至47元的水平 在下方 你真的要找一个位置去做一个离场的话 可以用两个的 一个就是金利稿低位 第二个你下回到6月附近的一个低位的水平 我又觉得可以下回到33.1这些位置 不过其实中长线这只股份 如果真是整个新年车的SATA 其实没有什么重大的一个政策的转向 我相信其实也不会 因为你要支持经济的话 还有它也是其他基建提高相关的股份 所以在中长线依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甚至是调整下来 你就可以收集一下 除此其实连33.1这些水平 都能处置 大家先要提放一下离场观望 但我觉得这只股可能 就算这场离场状,也可以夹着它,甚至回落触法限价 如果你记得到,去压整股原油摊上去 可以补一下部份的仓位